为了做好长者疫苗施打的作业 吉安湘公所全体总动员 接种率满贯 服务亲切也获得相亲的肯定 吉安湘在地企业卡夫曼公司 14号上午也特别自证了 300倍的消暑饮品到三个接种站 慰绕辛苦的医疗团队和服务人员 乡长游淑珍也特别感谢 来自民间企业的鼓励 吉安湘一连两天在永安活动中心 吉安国小华人国中提供疫苗施打服务 乡长游淑珍感谢各单位吸手合作 让施打作业十分顺畅 同时也感谢来自民间企业的鼓励 让辛苦的工作人员感到温暖 今天透过我们疫警第二中队 转介我们卡夫曼国际公司 给我们献出这么多的饮料 要来慰绕我们辛苦的工作人员心事感动 也在我们防疫期做好的每一个服务 对老大人的关怀 还有让我们老大人不能等不能赛 而且要马上非常顺利的完成施打疫苗的工作 我们竭尽心力让我们的这个乡亲认同 真的要谢谢我们这一段辛苦的工作人员 包含了我们的村长 还有我们的这个村看市 以及医疗的团队跟我们的疫警警察 寻守所有的捡箱的团结力 让我们完成这一次的任务 5200G这一次全额满额以外 我们也希望让乡亲在多数量的这个时间里面 完全可以很顺利的流程来完成这次的施打 卡夫曼国际贸易公司特别委托吉安疫警第二中队中队长罗军顺 准备了300杯冰凉的饮品 分别送往这三个接种处来慰绕工作团队 因为我们看到这样疫情啊 大家打疫苗 然后尤其这些工作人员晒太阳非常辛苦 所以我们赶紧找饮料店帮忙送饮料过来 然后还有那个罗中副队长 然后他来协助我们 游淑珍强调虽然目前确诊率下降 但是防疫工作不能停 吉安团队会针对疫情及预防工作 持续滚动式的检讨调整 同时也请所有乡亲还是要遵守防疫规范 切勿大意才能够全力防堵疫情 保护家人和自己的健康安全 我是吉安防疫魔法神赞 介入会吉安相报导